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沙巴 沙巴很有名的長鼻猴喔 為什麼那隻是公文 那隻是母的 你看他的胸部 他們說長鼻猴最大的特色 第一個 鼻子很長 第二個 第二個 因為他有兩個胃 肉嘴厚很醜你看 他長得好漂亮喔 他們第二個 是肚子兔兔的有沒有看到 這隻猴王有沒有 肚子兔兔因為還有兩個胃 然後他們吃的東西很特別他們不吃甜的 香的 所以他們就是 他們吃的是 苦苦澀澀的東西 也就是這樣子他們不會去欺負 一些農民 沒有欺負農民所以他們才能夠 成為沙巴這裡 保育的動物 成為沙巴保育的動物 那現在就是說 他們的第一個胃啊 吃的酸酸苦苦對不對 他吃完之後 哇 好厲害喔 酸酸苦苦的東西 然後那個他會發現 分泌一些化學 然後那個第二個胃呢 就會把它吃掉這樣子 然後他們如果說 肚子那兔兔的那個化學 沒有辦法消化掉的話 很容易就這樣就 就死掉掉了喔 然後呢 他們第三個特色 來看看小猴猴 好可愛喔 嗨嗨 哈哈哈哈 好厲害喔 拍手拍手 拍手拍手 拍手 好第三個特色 我們要看到猴王 聽說他那化兒 365天都不會 都不會掉下來 除非到他死 所以他是很強壯的齁 所以那時候 有些人呢 會說 吃什麼補什麼 所以會找 公猴王 然後是群居的喔 群居的動物 裡面呢 只有一隻公猴王 如果說猴子長大之後 他們就會把公的趕走 只剩下母的 你看 小寶寶吃飽了唷 在玩遊戲唷 好厲害唷 好厲害唷 然後這次玩的是 玲玲的小朋友 還有小小兒 小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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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寶寶 小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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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好 好我們要走囉 掰掰 這是我們的 小鼻豪家族 Happy Ending 哈哈哈 掰掰